大家好,歡迎收聽《正向報》 今天錄節目的日子是2020年5月28日 我們在新西蘭,伊德台養了社長Raymond Wong 大家好 還有在澳洲的鎮秘士 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珍迪好 大家好,節目開始之前,按停給個like 可以分享給朋友,最重要是訂閱我們的頻道 你訂閱我們現在正在聽《正向報》之外 最好是訂閱我的網絡片《正向報》 和曬冷氣,訂閱了《正向報》 人生正向,更美好 今節,講講講美國的事情 美國現在,大家看到了 剛剛最新的數字是疫情 死亡人數已經過了十萬大關了 真是,有時看到都打了冷陣 為什麼美國一向給人的感覺 都是一個很先進 和科技最新穎 而且武力最高的一個國家 很強大的國家 軍事 軍事 但是為什麼一次疫情會搞到一頭煙 一團糟 但是在這次疫情可以看得到 美國的弱點和民主本身 一種美式民主究竟是什麼問題 那見到那個數字不停地升 你不停地升的時候 你看到美國的領導人都不停地 那就是賴三賴四 不停的所謂脫窩 在國內的術語就叫脫窩 我們廣東話就叫找人背鍋 射駁 另外也都見到他們的 那個處理的手法也都很低效 還有好像很混亂地處理整個疫情 那為什麼會造成這樣呢 可以說是一個人道災難 根本不是一個天災 而是一個人禍來的 那在疫情之下 很多民眾的生命 都是片面地追求經濟數據 所以選票和人民 究竟是什麼東西重要呢 這個其實都不難回答 是不是 人人都想到 當然是人民的生命最重要 但是美國呢 一靜一下就不是這樣的 他們不是太介意 他們的民眾的生命安全和健康 任由這個疫情 任由它在國內蔓延 被人看得到了 美國民主本來的面目 就是當你面對一個生死攸關的時候 美國的政客就不會理你 也不會說什麼尊重生命的 只是想辦法 怎樣在他們的政治生涯 政治舞台怎樣可以 掏取私利 就好像公民黨那些人那樣 公民黨、民主黨那些全部 都是一憂之樂的了 對不對 沒錯 基本上就是一幫 不斷在搞破壞 謀取私利的人 當然啦 美國人他們自己搞破壞 就是破壞人家的 不是破壞自己的 自己國家不破壞 就和香港 那些公民黨那些人 勾結 那就搞破壞香港 嗯 現在我沒有證據說要勾結的 當然這個指控 只是一個fair comment 也不代表我是說 美國和公民黨勾結 一會兒國安法是可以處理公民黨的 首先要先說明這件事 等一下不行的話 就處理不了 就不要賴我 一早唱衰這個國安法 真是好笑 這個好笑 如果只有十幾萬 十六萬都未到訂閱 那你就可以推到一個這麼強大國家的條法律 那我們就不用什麼啦 我們拿裝啦 不用有些東西這麼嘲笑 怕什麼神 其實我們就不怕他 老實說 但是 我們怕犯了 不是怕他 你知道那些人 人家錢多 人傻 時間多 人不知怎樣 不怕人家傻不傻 但是 如果你看到 我們幾句話 就可以推到什麼 推到什麼 我都抬舉了我們 嘩 是吧 他們都說我們是什麼 有可憐 是吧 有可憐 有無知 總之 我們是眾矢之的 什麼都被人賴 其實我們有點像 中共 全世界發生的什麼壞事 都是中國共產黨的錯 為什麼是中國共產黨的錯 其實你看看那些什麼 什麼 什麼 KOL 其實 黃有少些罵我們 但是 連燈就有 網向編輯部 正向報死全家 然後另外那邊 另外那邊 都是說類似的東西 可憐藍 吃屎啦 吃屎啦 當然 叫我們吃屎那個人 重新一次 我覺得他們是愛護我們 才叫我們吃屎 因為他是一個傳道人 一個傳道人就要愛人如己 所以叫我們吃屎 就就是 覺得屎好吃的 才會請我們吃屎 那他們肯定是吃過屎 才會覺得屎好吃的 哈哈哈哈 我正向部門說這些 不過 大選人 人家說很悶 人家說很悶 不要緊 美國民主 就是有他好的地方 有他不好的地方 那他好的地方就是 因為他有民主選票的授權 那他授權 有了這個選票的授權之後 做什麼都可以的 他說我是人民選出來的 所以我做什麼都可以這樣 他民意他很少理 還有大家要認清 現在這個美國總統是沒有人相信的 就算美國人自己也不相信他的 其實是當他是一個笑柄來的 他在推特說的事情 其實你要問問美國人 我認識的美國人 就有八成都說他亂參與 當他是笑話來的 看一看就好了 說真的 但是不要學他 現在我看到有些人 又要搶公佔這個 推特的言論陣地 這樣 那個是遊樂場來的 不應該把一些正經的事情 放在那裡的 人家放就行 因為他們一向都是這樣玩 人家傻狗 就不要跟著傻狗 這個就是我們 一向就是不要跟別人拍子起舞 你這樣做 只會 因為那個軟實力還沒到位 你這樣做的話 一定會出事 而且出事很帥 因為我自己也試過 其實不怕說 我試過嘗試進軍一些社交媒體 誰知道 因為我自己可能還沒到位 技術等各方面 就被人笑到面黃 其實很多時候就會惹到什麼呢 惹到別人欺凌你 你看這傻瓜多瘋 這樣 嗯 沒錯 是這樣的 其實現實就是 有時候一動不如一靜 與其呢 你自己都沒有贏的把握的時候 就不要賭了 就是 好像這個 賭合 1999裡面 劉德華說的話 張家輝 他就是看馬 為什麼看極都不賭呢 喂 如果長長都賭 輸死你嘛 現在你縱下不夠的時候 你是一個弱勢 有些就要賭一下 有些就不賭 總之有把握才賭 你就不要含含聲 別人賭什麼 你就跟別人曬冷 我曬你冷 這樣 不行 就是現在 就是有些人 就不斷學那些黃友做的事情 根本是複製的 完美複製 就死定了 完美複製就死定了 有些人就嘗試 在中國推一件事 就是 一定要全盤美國化 這樣 哦 全盤美國化 就是抄襲美國做的事情 那你就慘了 做黑衣也可以 美國人不用做黑衣 如果中國全盤 全盤好像美國那樣 那就做黑衣了 但是現在有些人 還在推這件事 挺恐怖的 所以你說 真的 那些工資 就是內地那些 害人不淺 就是 是令到很多人 聽了他們說之後 以為事實就是這樣 但是問題是 他們說的一向都不是跟著事實的 就是他們自己幻想出來 吹到有些東西好像很厲害那樣 但是就 但是就不是真的那麼厲害 很多東西都 這個才是事實啊 有時候就是很難 就是你看到那些 有這些工資 說的 你就覺得 我說不定 事實上 真的很差 某方面來看 但是 它整體來說 因為他們一向都是在一個這樣的環境底下 譬如說 那就是 講回美國 那為什麼 這個 這個 可以 有些參議員 在疫情 就是股市崩盤之前 還可以 大手抛售股票 可以這麼公然去做 那他們都不會怎麼被追究 到疫情來的時候 然後呢 人民的生命 就沒有人管的 但是他們又不會說 整個社會亂的 那個才有趣 就是不會說 因為你不救人 你的認受性就低 不會的 他們真是各個各自為政的 很多議員都是為了一己私利 甚至乎 大家都知道 總統的女婿 都是在這次疫情 發過爛財 發過爛財 而沒有人出聲 不是有人出聲 但是沒有用 因為其實 他們知道的 很多人知道的 美國那種情況 就是叫做 有選票的獨裁 它不是真的一個民主社會 嗯 就是它有些層面 我不是說它全部 因為如果我在這裡說 美國是 全部都是假民主 又不是事實 就是我們都要實事求是 有某些情況之下 它只不過是一個有選票的獨裁政體 就是有選舉權的獨裁政體 你選了 就讓這一個人獨裁四年 就像川普那些 你阻礙不了他 他可以簽很多的 那些叫做 Executive Order 是啊 其實那些Executive Order 是跟獨裁沒有分別的 你看他的內部 他身邊的人 全部都是他的親戚 先一大部分是他的女兒 他的女婿 還有他的兒子 都是他的內閣成員 甚至是顧問團 然後還有他的朋友 都走進去 因為皇親國戚 全部都齊了 都埋了位置 但是沒有人管 擺明是 擺自己的傲子進去掠水 那美國人就不會吵 這一點不會吵 只是覺得他很好笑 反正那四年又有機會換人 其實他們覺得 有這麼多人可以做到這樣的上層建築 他們覺得是上帝的眷顧 就是這樣 哦 哦這樣 還有 就是這樣說 就是 沒得爭的了 就是 那一向我們在中國人的社會 就覺得 說你 放這麼多自己人下去 嘩 私相授受 好像 人為親 用人為親 不行的 但是在美國 在英語世界社會 他沒有用人為親 這個成語的 哈哈 你做到事情就可以了 總之你覺得 你搞得好就可以了 用話指你親不親 根本是沒有這個概念在這裡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為什麼美國總統 可以這麼羨慕忌憚 也都可以 也都可以這樣解釋得到 是啊 其實他們專門是 做些事情出來 就是要搞到 自己的荷包豐厚而已 但是現在你看到 那個肥沛奧呢 又是另一種 又是另一種形式的挑釁 其實你說 肥沛奧他有沒有選票選他出來 其實就沒有的 肥沛奧是 川普先生選他出來的 選擇這個人出來的 沒有選票的 這個肥沛奧 但是他自己 根本上就是一條排話 是銀來的 是一條排話銀 根本上就是 我自己看他的往績 就很討厭唐人 但是當然了 這個世界就要 逐件逐件事來講 所謂的 就是 他究竟這件事上面 是對還是錯呢 但是呢 就是怎麼說呢 邏輯性呢 就是要怎樣呢 你要看一下他做的事情 還有他人的品格 是如何 但是這條陷家牆呢 就說過呢 說呢 美國人 偷竊 啊 說謊 還有 我最後那個忘記了 哈哈哈哈 偷竊 說謊 會偷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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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真的 那就可以了 我們偷竊 偷竊 還有 欺騙人 欺騙人 你說得對 說出來的 還要覺得自己是 尖尖自喜的 說得很快 是 CIA 就是教人這樣做事的 這個人格 多有問題的人 那當然啦 有些人說 喂你斷章脆意喔 他實際的意思不是這樣的 那我問你了 那他實際的意思是什麼 哈哈 就是他有整篇東西都是說 就是 CIA實際上 他雖然說要有這個誠信 但是實際上是沒有的 沒有的 不需要的 他是有授權的嘛 老闆叫我做什麼就做什麼的啦 而且老闆是民選的 是不是 蓬佩奧就是委任出來的 就不是民選的 但是為什麼他可以這麼威風 這麼霸道呢 因為他老闆是民選的嘛 其實就是 所以現在為什麼許智峰 他這種理論又帶來香港的 這種選票無敵論 就是有選票 有民意授權 就是有民意授權 我就比你這個警察沒有民意授權的 這樣 所以去到呢 就是我要見指揮官 哈哈 聲大大 他經常都說這句 我記幾多萬幾多萬 人找我出來的 哎呀 我要見指揮官 其實這個現實就是 其實指揮官人工更高於她 哈哈 很多情況 就是說 人工高就是高級 絕對不是啦 但是我想說的就是 其實這些這樣的 許智峰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又可以解釋一下 一個民主理論 他就是覺得一個 選票授權論 為什麼他們覺得 中國 或者林鄭月娥是可以狂兵的呢 因為林鄭月娥你比我還少 只有777票而已 我有 這個朱西迪說的 我有八萬幾票 這樣 是你一百倍 那他不是可以聲大大亂這樣搞 是啊 這種民主就是 其實是不合理的 為什麼呢 就是你 朱西迪有行政經驗嗎 有政府的行政經驗 現在聲大大罵政府 誰真的有政府的行政經驗 你跟我說洗腳男友 他有啊 他有一家私人公司 有幾家私人公司的行政經驗 他有上市企業 是的 但是不是一個政府的行政經驗 朱西迪也有啊 戰地記者 伊朗 是啊 因為現在香港還沒變成伊朗 他想變成 他想 敘利亞他也去過 他想去香港變成敘利亞 這個人有私心 讓他可以做回戰地記者 這樣做回本業 其實本來不應該恥笑香港的情況 不應該跟美國來講的 但是呢 美國那種 所謂的美式民主的思維模式就是 那種選票就很大 但是你變成了就犧牲了沒有選他那些人的利益 那不確實 成王敗寇 所以一定要協商 我們經常都說的 你一定要協商 我們這樣說 你們是貢狗來的 協商 大家坐下 談好這個交易出來 那不好嗎 逐個逐個交易談 不是說這次選了你就贏了 贏了四年 到下一屆才可以再復仇 我不行 這樣 我會輸掉 是不是 其實理論上 西方地區 西方國家都是有協商的 其實你 上下議院制度就是要協商的 而且 美國總統 其實都有跟 他們那些參眾兩院協商的傳統 最初破壞這個傳統的銀樣 就叫奧巴馬 破壞了之後就沒有了 有些傳統沒有寫下的 其實是不成文的傳統 你沒有寫嗎 我沒有寫我不做 這個世界最嚴重的就是 本身有規有舉 你一賴皮 就沒有了 其實香港現在的情況都是一樣 很多事情不成文規定 大家本來就是要坐下談的 立法會 不談 不談 就搞到現在這麼嚴重 還要玩了屎 試試許智峰 其實好玩不玩不玩屎 我只是 我記得 這個黃毓民曾經說過要扔屎馬 我今天說過 老美兄說想 但是 最後老美兄就用了一種很極端的手法 就是 在議事堂裡面 免 指 他沒有 他假裝而已 假裝而已 但是之後有一次 我們懷疑過最大可疑就是老美兄 因為他 他不知道為什麼立法會其中一張公眾位置的桌子 桌子下面有屎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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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